好來繼續來看 民進黨有開一個專心特報的節目 前面來補出到第二集 主持人是發言人第五三 特別邀請到演出這個萬老師這個角色的理位 貴玉琼來做來賓 兩個人在節目裡面是來評論到立法委員的演技 說到民進黨的理位 王國昌 貴玉琼說他的演技是靈魂 因為演了太過厚肉了 貴玉琼還有一部來討論 說王國昌之前你在簽名拜祭孫的時候 因為民進黨的立委 任何金來插隊 他就大聲同樣 把這個任何金吹嚇到 王國昌是來回公 插隊就是不對 但是他就要賺錢 他這樣可以榮登你心目中第一名的影帝嗎 不會 我給零分 你可以零分 求萬老師憑 靈魂的臨民演員到底是誰 你還在講話 我不是在插話嗎 就是做一條壓研修 求插嘴去噴麥克風的民進黨團中調 王國昌 貴玉琼也感到壓了 蘇貝下看到王國昌對十五六歲 也是一模客氣 你知道他就很建議人家不管插話 剛剛是不是說 插話 插隊 月情就 可能就過去這樣子 哇 不誇張 大概就差不多 像剛剛那樣 他說 你也沒看過我在這裡排隊啊 插隊的人 然後還要理直氣壯的 來罵被插隊的人 不應該叫他不要插隊嗎 要去簽名的時候 就沒有想到我們的黃委員呢 大概就很大聲的是說 你幹嘛插我的隊 不過昌和任何欠 無論是新冠 這些公衛相欠 都差一大塊 幾乎 替他們替黨的黨子是感到一模變風 不知道只有對我們 我們的本黨的委員 會這樣還是 可是看起來好像是 好像只對我們 好像是耶 完全是一群巨嬰了 還要浪費大家的時間 對 我當然演技是零分 因為我不像他一樣 是用演的 演員出身的人才有演技幾分的問題 明明正當 黑龍石頭 白白布 你跟黑 不過 將其心理 頂端還要認識 派青春的方向 繼續抽獎 每天的版本 哈囉 我是莊雨潔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